鸡蛋含丰富的优质蛋白和脂肪 每百克鸡蛋含12.7克蛋白质 11.6克不饱和脂肪 还有其他重要的为营养素 如铁、钾、钠、铭、磷、磷以及维生素A、B2、B6、B、E等 一套菜主要含大量乳酸菌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钙、磷等无基物和矿物质 以及人体所需的食余种氨基酸 又具有预防动脉硬化 降低胆固醇 消除多余脂肪等功效 含架时腌制了大半痰酸辣泡菜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 已经非常好吃了 用鸡蛋、泡菜和面粉来做泡菜饼 可以是快手又营养的早餐 也可以做宵夜 这款泡菜鸡蛋饼 还可以加入培根、肉松、虾仁等食材 味道更丰富 营养更全面 泡菜切成粗粒 与鸡蛋、面粉、盐、糖、泡菜汁以及一大勺玉米油搅拌均匀 搅拌成如土可流动状态的面糊 如太丑可加点水或泡菜汁 太稀就加点面粉 不免平底锅烧热 加一大勺玉米油 把面糊倒入摊开摊圆 我的炉道即使最小火依然很旺 我是把锅端着离火10公分左右化均晃动着加热 等到面饼可以在锅中滑动时翻面 再煎制面饼可在锅中滑动时关火 取出切块食用 配一杯牛奶或奶昔 就是一份快手营养早餐 这是我以前做的培根泡菜鸡蛋饼 还加了葱花 更好看些